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年群体中医院的下降 再也不像我妈妈那样的生活了 她的这种选择 也是对现实的压力的一种反应 你觉得不好 那你就改变这个外部环境 中央的文件里面也写过 包容性的生育诊者 现在出生的孩子 他未来有一半都要从事 目前根本不存在的工作 还没有学完就已经过时了 那要做什么 2022年 中国人口出现了 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其主要原因在于生育率的下降 联合国预估 印度会在2023年的4月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么在中国有多少育龄青年 还期待着生育孩子 我知道你会做很多的入户调查 对 这么多年 有没有一些入户调查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或者是警醒到说 问题还是蛮严峻的 二孩政策的前期的研究开始 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青年群体 中医院的下降 然后我们入户去调查的时候 这个女性 她也会给我们反映很多的问题 是吐槽吗 很多问题是吐槽 我再也不想像我父辈妈妈那样生活了 我肯定要追求我自己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我还要考虑个人的发展 然后让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 我们觉得城市人口是这样的 她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要求很高 但是我们走到比如说我到重庆市去 一个人口大县 曾经生育医院都很旺盛的一些地区 农村地区的县城里面的年轻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原来觉得我们中国区域那么大 可能我们的人口变化还有一个梯子的变动 但是年轻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非常快 它肯定快于我们基本公共服务推进的程度 也快于我们是说我们要缩小城乡差距的这个程度 大家的理念和观念变了 您去调研的时候 有生育的主体意愿变化了 那时候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在青年群体里面做 只有70%的年轻人觉得一生要有一个孩子才完整 这个大家很担心的说 如果都有30%的人 她都不打算生孩子的话 这个就跟日本很像了 日本现在她的女性的终生不育率 差不多就30%左右 接近30% 那生育水平费很低很低 我们这一次2020年的七普的调查实际上大概是6%左右 终生不育率大概把49岁作为一个节点 我们自己调查的一个年轻群体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 44岁的女性还没有孩子的已经有10%了 所以大家担心的是如果是我们不加引导 她就这样去终生做她的终生打算的话 那就有30%都不生孩子了 那我们现在生育水平 低生育陷阱就出不来了 事实上早在1992年 中国生育率就跌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 但是直到2016年 二胎政策才得以全面实施 直到2018年 中国魏纪委不再保留 因此有人质疑 中国的生育鼓励政策是不是迟了 我们看了一个数据 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 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产生了变化 那时候你们看到了什么 又采取了什么 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变化很快 在1992年的时候 就已经降低到2.1 我们说的更替水平以下 2.1更替水平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保持总人口规模不变的话 那2.1就应该保持这个生育水平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也有一次的我们的政策讨论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还要观测 如果是我们的政策 还是马上扭转的话 可能是我们那个人口规模 还会持续地增长 可能就会像我们看到的运动的情况 我们还看不到 我们的人口峰值在什么地方 人口临增长会什么时候出现 还有我们当时也处在改革开放 过了1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 把人口的本身的发展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统筹来考虑 1992年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有讨论 但最终觉得时候还不到 2016年我们放开了两孩政策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真的是需要改变 是时候要鼓励二胎政策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事实 比如说我们2010年的时候 那个年份就是我们是 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出现了 后面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 人口负增长的这个势能 在不断地积累了 就是人口负增长快要到来了 我们可能调整的这个政策 应该发生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了 而且可能也开始不利于经济发展了 利不利于经济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中性的 但是已经看到它的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了 结构性的变化了 比如说育林妇女规模的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的出现 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不断地报告 这个峰值出现了 这个峰值出现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中央已经做了很多团队 都在做下面的预测 但是怎么样来挑战 人口我们要希望它平稳地变动 不能大起大落 一下把政策放了 出现一个人口峰值 它会对我们的资源配置 带来很大的挑战 2011年的考大学 考高中都特别困难 对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口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变化 2016年 二财政策全面翻开 当年的出生率出现了反弹 但是自2017年起 尽管一些配套支持政策得以实施 尽管2021年三孩政策也放开 但是出生率还是连续6年下降 2016年我们放开了 两孩政策 2021年我们还放开了三台 但是却看到这6年来 好像很多人在往下走 一直在往下走 对 实施二孩政策 我们的当时的调研 是理想子女书大概在1.9左右 就是普遍的80% 90%的人 都希望是两个孩子 所以当时的预测 这个二孩的累积的生育效能释放 它一定会带来一个 人口出生的高峰的 后来我们看到了 人口出生高峰马上就出现了 甚至比我们预计的要早 2015年公布这个政策 2016年的当年就出现了 我们的出生人口高峰 以前的前10年 我们的生育 每年的出生人口 大概是1600万左右 平均到那一年1800多万 1800多万 就很快 但是也很快 这个峰值就过去了 就是我们长期累积的 二孩生育的潜能 很快地就释放了 释放完了以后 就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了 然后正常状态 我们又看到生育水平的快速跌落 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生育主体变化了 这一代生育主体 本来应该轮到他们生孩子了 如果按照以往的生育模式的话 他们该生孩子了 但是他们昏育普遍地延迟了 后面放了三孩 实际上三孩能生的比例非常小 数量也非常少 所以看不到 在宏观层面上 你看不到它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生育水平的下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育林妇女的规模 在大幅地下降 那我们举日本的例子吧 它在1974年 就出现了生育率的 更替水平的问题 但是它真的采取了 鼓励生育措施是1990年 有人觉得就是因为迟了 再加上它的鼓励生育措施 不是很到位 很及时 就使得它的老龄化问题 跟少子化问题 一直得不到改善 您会不会觉得确实是如此 中国的政策 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个日本的问题 它意识到要做这根政策的时候 它可能是出台的政策比较晚 或者是它没有抓住 这个矛盾的关键问题 没有从最重要的方面去着手 我们自己观察 比如说现在我们从北欧 北欧五个国家 我们看它的那个人类发展指数 都是最高的 同时它们还有一个性别平等的指标 它们是最高的 但是日本我们在跟欧洲的 这些国家比 其他的都差不多 你说人均受教育水平 甚至它的预期寿命 它比欧洲的有些国家更长 但是它差一点 性别平等差一点 就是女性的最后的发展 生育的主体是女性 你要解决她在职业发展 和家庭育儿这个方面的矛盾 所以这个日本的问题是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的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政策的变化 它以前可能补贴这些做的比较多 但是后面它更关注 比如脱育服务设施的建设 那妈妈还可以出去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它也现在加大力度 当然加大力度是重要的 而且要找尽政策的着力点 这是我们同为东亚国家 我们很多情况很一样的 考虑过小孩 这个我急 要什么要 想过不要 我们俩都不是太想要 要 因为我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还是得要小孩 如果结婚了的话一定要要 不想要小孩 对 就算你就不打算 应该是在35之后了吧 35岁以后吧 了不起 你是一个小孩下来 他自己想不想出生 反正我是不会再想出生的 就那一代人 他们稀里糊涂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但是并没有想清楚 这个孩子要怎么去养育 能够给这个孩子 什么样的一些陪伴 或者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我不希望把这样的一个 缺憾和遗憾 带到我的下一代 就比如说 我在怀孕的过程中 是有多么辛苦 以及生育这个 对女孩的身体的影响 丧老师的婚姻 丧老师的代把 反正我并不是期待这件事情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是我最看过的时候 过了三十就觉得 就如果我过四十过五十呢 如果现在还能要小孩的时候 我就决定不要 那到了四十 想再要的时候 可能就要不了了 然后有一句话 然后就说 就是那些不想要小孩的人 其实是最适合要小孩的 因为他们是真的把小孩 当独立的人看 而不是说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这一生圆满 然后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小孩生下来 是为了去继承你的贫穷 还不如不舍 比如说90后 也是旺盛的生育零期 但是连结婚都还没有想 就是晚婚晚育了 他也会觉得说 人口负增长 是国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是要不要生 我得要看我自己的环境条件 和我当时的状态 碰到这样的年轻女性 你会怎么样跟她们沟通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难去劝说她们 我自己也有女儿 我知道我说什么 她都不听我的 因为她还没有面临 这个问题的考虑 每个人回答这个问题 她前两年她这么答的 过两年她又是这么回答 她会变化的 在她的年轻的阶段 如果是年轻人 我们做的大学生调查也好 还有我们生育旺盛期的调查也好 生育旺盛期你是几岁到几岁 这个概念也在变化 以前我们觉得 20岁左右应该是生育旺盛期 我们现在已经给她调到24 25了 这个时候她都在上学 或者读研究生 或者是大学毕业了 正刚开始工作 可能她还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访谈了一个 她说我现在还不能养活自己呢 我怎么能考虑生孩子的事情呢 先立业后成家 这是年轻人普遍的一个观点 我不会去劝说他们 曾经我们中央的文件里面也写过 包容性的生育正责 我们一定要包容现在年轻人的多样化的选择 有些人他在某些方面特别有价值 他可以牺牲掉这个 我们要包容接受就好了 我们引导归引导 他接不接受是他个人的选择 我们要知道他的这种选择 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对外部环境的一个选择 对你各种政策的一种反应 对现实的压力的一种反应 你觉得不好 那你就改变 这个他的外部环境 来对他产生影响 就是说我们是包容性大家的选择 但是我给你希望不只是支持 我还给你一些保障 对 最后的家庭决策 都是家庭做出决策 负责任地做出生育的决策 在2022年突然之间发现 我们人口负增长了 对 我知道你们之前的预测 都是这个负增长 应该是在四年后才发生 好像提早了四年 在2022年就发生了 这个是你在你们的预期中 因为我们做人口研究的 肯定不会觉得很惊讶 我们17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 大规模的人口调查 那么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生育水平的变化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感觉到 人口总量肯定会提前 比如我们10年前做的 或者5年前做的 它会提前到来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波动 所以如果胆期因素影响的话 它可能有一点回升 出生人口也不排除 在未来的5年之内 人口还有一点点小回升 但是总体的趋势 那肯定是人口负增长的 以后就往下了 对 2023年的全国两会期间 贺丹提出的多项 关于鼓励支持生育政策的建议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其中包括将小学中学缩短到5年 同时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 实施10年义务教育 这样大学也可以提前两年毕业 有生育意愿的大学毕业生 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两年的时间 您也在两会的时候提出您的建议 希望能够把小学校 运程式5年缩短 让年轻的女孩能够早一点 完成她的基础教育 包括大学教育 你说教育部还得了积极的回应 回应是什么 这个可能实现吗 这个我们很期待 因为从我们本身生育研究来讲 我们是希望学校的教育 不要太挤压我们婚育的时间 另外一个言语就是 现在孩子少了 教育结构你必须调整 0到17岁的这个孩子 我们跟现在比2022年比2035年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要少一个亿人 一个亿 我用在每个孩子身上的钱 多了 就可以多了 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不敢想了 现在可以想了 可以做了 那我现在大胆地想 我们从0到6岁 学前 整个学前阶段 都变成义务教育阶段 都可以把它管起来了 我们孩子就这么多了 我们做得到了 我当时为什么说 小学要说一下 我是当时 国家可能这么多 12年的义务教育 负担不起 那我们搞成10年义务教育吧 上面说一年 下面说一年 10年义务教育 国家应该可以负担吧 我觉得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们把高中教育都要普及 但是实际上另外一个的 就是我们看到了 科技进步 很多机构发布的报告 如果我们现在出生的孩子 他未来有一半都要从事 目前根本不存在的工作 你现在那么早 给他做职业培训 那就是白培训了 我们要把孩子们 居在学校里面 学那么多知识吗 那么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的预期说明那么长 我们现在2021年 已经78.2岁了 我们自己预测了一下 2035年肯定超过80岁 那么现在出生的孩子 他的预期寿命就100岁 可能都100岁 每个孩子新一代 都要面对百岁生涯的规划 那我们是不是还像 我们现在的人生规划一样 先完成学校教育 再工作 再退休 这种三段论式的 这种发分 可能不太适应未来了 它可能是各个阶段都交织的 你要终身学习 你原来学校学的这些知识 可能就已经过时了 你还没有学完就已经过时了 所以你的学习阶段 工作阶段 还有休闲的阶段 休假的阶段 可能是非线性的 是一种交错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也没必要把孩子们 放到学校学那么久了 一直学到博士毕业 才参加工作 是吧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了 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说 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有一些问题 我们说孩子们他没有找到 他自己特别喜欢的 方向感 方向感 对 我到底要干什么 那你就让他 在学校的时候 我进入社会几年 很多我们看发达国家 很多都是这样的 本科毕业以后 我先去工作一段时间 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然后学研究生 学博士 甚至换专业 换行业 它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以后也应该鼓励这样 你这是一个 真的非常宏大的 教育改革的蓝图 你觉得现阶段的教育部 能够接受这样子的 一个宏远的蓝图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动 没有问题 他们很 做教育的人 思想都非常前沿的 实际上我说的是这样 我们老百姓 可能感觉的不多 实际上真正的搞教育 规划的这些 他们早就遇见到这个问题 我们看见了 我们一直在改 只不过有一些惯性 我们改得不太明显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的双减 我们现在高竞争的状态还存在 那以后就不会了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最近网络上有很多的说法 就叫35岁陷阱 就是你超过35岁 你再转个业 你或是再找个工作 就不容易了 而35岁以前 其实是适当生育年龄的 最好的时候 那如果去生了孩子 休息了一下 再出来就更难了 这会不会也有一个 这个陷阱和问题存在 我也很担心这个事情 就是比如说 我们对年龄起始 我们以后是老龄社会 然后我们劳动力也不断地成熟 我们以后的 劳动年龄的中位数 可能都是30多岁 就主体的 最中间的那个 可能是40岁了 那你35岁你还歧视他 那都是我们在 我们人口红利的条件下 形成的一些惯性思维 慢慢地他会改变 他知道35岁 他再也招不到 他想要的人了 我们团队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对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的 劳动年龄的主体 慢慢地都是40岁 50岁的人怎么来形容他 然后有专家就说 这叫劳动年龄人口老化 我就特别不赞成这个老化 30岁 40岁 人生最宝贵的年华 是吧 人情练达 世事动明 经验丰富 技能精在 我说叫他成熟劳动力 不是老年 老化的劳动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 一个是观念上的 要倡导国家法律法制 法规 要支持这部分人 实现他劳动就业的权利 另外一个宣传倡导 然后我们的用人单位 要知道 我们的成熟劳动年龄时代 已经到来了 你还抱着以前的标准的话 你可能找不到你想要的人 关于人口相关政策 中国内地各地 也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2023年2月15日 四川省新版的 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实施 其中提到生育登记将取消结婚限制 取消数量限制 引发网友关注 各地为了要支持和鼓励生孩 有些地方的人口注册 已经不需要注册婚姻关系了 您看过这样的报道吗 您会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吗 我知道的是原来四川的 有一个公布了 他们一个生育管理的办法 这个网上炒作得很厉害 实际上有点误解 可能有一些误读 它不是说地方为了鼓励生育 而出胎的一个政策 是改进我们的人口服务管理的 一个松绑的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生育政策调整 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取消一切限制 就是原来我们限制生育政策 跟很多的入学 入户 还有很多都挂钩的 很多都是受到限制的 户口也不能报 学也不能上 所以就黑户了 对 是 那是我们中央的文件里面 写得特别清楚 要这些绑定的政策都要解除 而且我要改进我的服务和管理 生育登记是为了给他提供 更好的服务 妈妈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管妈妈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孩子是中国的公民 他应该享受国家提供给他的 所有的基本公共服务 他跟你的爸爸是谁没有关系 你的爸爸到底知不知道是谁 也没有关系 生育登记以后 我们的妇幼保健的基本公共服务 就会跟上来 然后我们的教育政策也会跟上来 那会不会担心这种松绑之后 真的是会越来越多是 单亲母亲带着孩子 而且可能不是生育而养育孩子 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 会引起一些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适应 确实大家都很担心 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你不是说简单的 我一个允许或者不允许 倡导或者不倡导 就能马上改变的 人家说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我结婚是为了幸福 我离婚也是为了幸福 我照顾可能有些爸爸妈妈 她自己单身带孩子 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带她 对孩子更好 我们要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现在看起来 不断有出台的政策 你说发达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劳动力的下降 或者人力资源的短缺 老龄化的问题 那么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挺多的 就是因为我们还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就面临了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西方国家都是经过上百年的演变 在很发达的情况下 面临这样的问题 青年群体里面 只有70%的年轻人觉得 一生要有一个孩子才完整 这就给我们一个空间 生育意愿的调整 生育意愿你怎么去调整它 我们现在说的是生育支持 生育支持给人的感觉 是不是 我有能力我就支持你一下 没能力我就不支持了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把它上升到 法律和制度保障的这个层面上去讨论 比如说我们的生育保险 但是现在覆盖的人群太小 就参加医保的职工友 那能不能把它扩大 然后托育服务以前没有的 以前很早有了 我心中我刚建立的时候有 但是后面因为市场化的改革 我们这一块孩子越来越少了 那托育机构他也搬不下去了 而且爷爷奶奶非常愿意带孙子 现在爷爷奶奶像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要有孙子了 可能很难我天天在家里带了 然后社会的公共服务就应该跟进来 所以这个托育服务 因幼而造福的这个基本的制度的建立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我们如果是对标发达国家 像北欧 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话 它是从摇篮到坟墓 都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保障体系的 都有免费服务 公共服务的支持的 国家财政要拿钱的 要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服务 给所有的公民提供的 我们现在不敢一步 因为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 我们还是要 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还是要讲究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我这学前教育马上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但是这个零到三岁的这一块 应该积极地推进 把它也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育模式的变化 年龄越来越大了 高龄运产会越来越多了 还有生不出的这个问题 也越来越突出了 年龄大了 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保护好 我也听到我们很多 生肢健康领域的专家 也强调的一个观点 我也觉得很赞同 就是这个保护比保存更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 我先不闪孩子 我先冻暖存在那儿吧 然后我去 到了我需要享受的时候 这个不是很好 风险很大 个体遭受的伤害也挺大 所以我们现在也倡导 食灵婚育 然后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都要推迟的话 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也要给予一定的保障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辅助生殖技术的 有时候纳入医保范围 这个医保局也给予非常积极的回应 逐步纳入 有条件的 纯属的 明显的效果可靠 安全可靠的 可以纳入 对 你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我们是给你一些保障 而且是法律制度的保障 长远可预期的稳定保障 然后你可以做外部环境改变以后的选择 对 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原来国家发展 需要你家庭做什么 我国家的经济发展 人口我们应该怎么为经济的发展服务 我们现在应该倒过来 是吧 以人民发展为中心 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有生育意愿的 这些家庭实现他的生育意愿 这个是我们民生保障应该做的内容 而不是说为了符合国家的利益 要老百姓去做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